人知所物,莫甚于死者, 则凡可以避换者,何不为也? 有事则生而有不用也, 有事则可以避换而有不为也。 有事则生而有不用也, 有事则可以避换而有不为也。 事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物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事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物丧耳。 事故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物有甚于死者, 非独贤者有事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物丧耳。 一单四,一斗羹, 得之则生, 福得则死。 一单四,一斗羹, 得之则生, 福得则死。 忽耳耳耳语之, 行道之人福寿, 促耳耳语之, 岂人不屑也。 忽耳耳语之, 行道之人福寿, 促耳耳语之, 岂人不屑也。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合家焉。 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 万中与我合家焉。 为公事之美, 妻妾之凤, 所时穷法者得我余。 为公事之美, 妻妾之凤, 所时穷法者得我余。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公事之美为之,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妻妾之凤, 为之。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所时穷法者得我而为之。 相为生死而不受, 今为公事之美为之, 今为妻妾之凤, 今为妻妾之凤为之。 相为妻妾之凤。 相为妻妾之凤。 孟子曰, 人之圣不仁也, 有水之圣火。 孟子曰, 人之圣不仁也, 有水之圣火。 今之为人者 由以一杯水就一车心之火也 今之为人者 由以一杯水就一车心之火也 不惜则为之水不胜火 此又语于不仁之胜者也 亦终必亡而已已 不惜则为之水不胜火 此又语于不仁之胜者也 亦终必亡而已已 告子张巨下 人人有问乌鲁子曰 李雨时熟众 曰李众 人人有问乌鲁子曰 李雨时熟众 曰李众 色与李熟众 曰李众 色与李熟众 曰李众 曰 以李时则鸡而死 不以李时则得时 必以李乎 曰 以李时则鸡而死 不以李时则得时 必以李乎 轻硬则得欺 不轻硬则得欺 必轻硬呼 轻硬则不得欺 不轻硬则得欺 必轻硬呼 乌鲁子不能硬 明日之邹已告孟子 乌鲁子不能硬 明日之邹已告孟子 孟子曰 于答事也 何有 孟子曰 于答事也 何有 不揣其本 而其其末 方寸之木 可使高于层楼 不揣其本 而其其末 方寸之木 何使高于层楼 经重于于者 其味 一勾金 与一于语之谓灾 经重于于者 其味 一勾金 与一于语之谓灾 取十之重者 与理之轻者 而比之 西斥十重 取十之重者 与理之轻者 而比之 西斥十重 与理之轻尽 与理之轻者 而比之 西斥色重 与理之轻者 与理之轻者 而比之 西斥色重 与理之轻者 往映之曰 整凶之臂 而夺之石 则得石 不整 则不得石 则将整之乎 往映之曰 整凶之臂 而夺石 则得石 不整 则不得石 则将整之乎 于东家墙 而搂其处子 则得戚 不搂 则不得戚 则将搂之乎 于东家墙 而搂其处子 则得戚 不搂 则不得戚 则将搂之乎 告子张巨下 孟子曰 今之势君者皆曰 我能为君辟土地 冲腹库 孟子曰 今之势君者皆曰 我能为君辟土地 冲腹库 今之所谓梁辰 今之所谓梁辰 故之所谓民贼也 今之所谓梁辰 故之所谓民贼也 君不向道 君不向道 不至于人 而求富之 是富节也 君不向道 不至于人 而求富之 是富节也 我能为君替 而求富之 而求富之 强占 是富节也 君不向道 不至于人 而求富之 而求富之 强占 是富节也 由今之道 无变今之俗 虽与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由今之道 无变今之俗 虽与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 顺发于全母之中 富月 举于板柱之间 交阁 举于 余岩之中 管仪武 举于事 孙书敖 举于海 百里西 举于事 故天将将大任 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横过 然后能改 困于心 横于虑 而后坐 争于色 发于声 而后遇 人横过 然后能改 困于心 横于虑 而后坐 争于色 发于声 而后遇 入则无 法家 避世 出则无 敌国 外患者 国 横亡 入则无 法家 避世 出则无 敌国 外患者 国 横亡 然后之 生于忧患 而死于 安乐也 然后 只生于忧患 而死于 安乐也 了 从 从 的 忧患 心 感谢观看